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阵气胸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X线 最直接有效的气胸检查就是X线 跟着医生走进小黑屋 咔嚓 给胸拍个透视罩 胸膜腔里有没有进气 肺是不是受到了压迫 肺如果受到了压迫 压迫的程度又有多少 这么多信息 一张胸篇全都告诉你 这么牛的片子 三家医院一般一个小时就出来了 超级快 CT检查 肺上有肺大炮 马上就要爆炸了 危险 肺炮虽然爆了 万幸 胸膜只被炸了一个小口子 进入胸膜腔的气体就那么一丢丢 针对这种情况 X线表示 臣妾看不清啊 CT表示 要看清楚比较小的肺大炮 甚至精确计算 少量进入胸膜腔的气体 卧行 X线加CT检查 气胸就可以确诊了 治疗片 保守治疗 如果是新发气胸病人 闯进胸膜腔的气体比较少 呼吸也正常 治疗就比较简单 只需安静卧床 休息一个礼拜 洗洗痒就可以了 那些闯入胸膜腔的气体 身体会很机智地 把它们吸收掉呢 排气疗法 大量的肺泡破了 闯入胸膜腔的气体比较多 人呼吸也比较困难了 该怎么办 放气呀 赶紧把闯入胸膜腔的气体排出来 减小对肺的压力 让肺重新舒张 继续自己那份很有前途的呼吸工作 有两种方法 能够给胸膜腔放气 拿着注射器一样的咚咚 针头很长的那种 一针扎进胸膜腔 像抽水一样把气抽到注射器的管子里 将气体排出体外 另一种方法就是大名鼎鼎的避世引流了 在胸膜腔里插入一根管子 粗细跟喝奶茶用的差不多 建立一个胸膜腔和外界的气体通道 然后通过引流装置 把胸膜腔里的气体直接排出体外 胸膜粘连树 汽车的轮胎漏气了 咋整 补伤漏洞呀 被泡烂了 胸膜也炸出个口子 这才让气体有了进入胸膜腔的机会 先把闯入胸膜腔里的气体抽干净 再开始修复胸膜上的破洞 这就是医学上讲的胸膜粘连树了 治疗思想是 往胸膜腔内注入硬化剂 使胸膜产生炎症 经过一系列炎症反应后 两层胸膜就会粘在一起 这一年 活动就算补好了 肺里的气体进不去胸膜腔 气胸就治好了 外科治疗 气胸发展到比较危重的情况时 医生也会采取手术治疗 手术有创伤小 恢复快的胸腔镜手术和开胸手术两种 具体是否采取手术治疗 用哪种方式手术都得听医生的 神毒菌只能偷偷告诉你 手术的原理 差不多就是 把胸膜的破口鼓起来 把快要坚持不住的肺大炮砸起来 防止它爆掉 总之就是阻止 本该在肺里溜达的气体 闯入胸膜腔 说完手术治疗 气胸专题就算交货了哟 神毒菌 这就要收摊回家了 再唠叨几句 肺炮不坚实的小年轻啊 大喊大叫要不得 玩命运动也伤身 肺得痒 总觉得胸闷气短的朋友们 不要掉以轻心 早茶早治是关键 真的确诊气胸了 也别气馁 听神毒菌的话 配合医生好好治疗 肯定能好 走了走了 想我逃搜 你也不能拿西瓜丢我呀 神毒菌擦干净脸上的西瓜汁 依旧爱你 下次见咯 别太想我